六人一眼 轻轻把石板盖上 各拿兵刃 在四周草丛属后 找了隐蔽的所在 分别多好 韩晓莹剑科 震了如此郑重其事 那是与她相识以来 从未见过的 又是挂虑 又是好奇 躲藏时靠近朱聪 巧声问道 同时铁石是什么人 朱聪道 这两人合成黑风霜上 当年在北方作恶 这两人心狠手辣 武功高强 形势又十分机灵 当真是神出鬼没 后来不知怎的 江湖上不见了 他们的踪迹 过了几年 大家都知道 他们恶贯满盈 已经死了 乃知道却是 躲在这穷荒 极北之地 韩晓莹温道 这二人叫圣明子 朱聪道 同时是男的 灵教陈玄风 他脸色焦黄 有如赤铜 脸上又从来 不露喜怒之色 好似将尸一般 因此人家叫他 同时韩晓莹道 那么那个女的铁石 脸色是黑油油的了 朱聪道 不错 他姓梅 名叫梅超风 韩晓莹道 大哥说他们练酒音 白骨爪 那是什么功夫 朱聪道 我也从没听说过 韩晓莹 向那叠成一个 小小白塔式的 九个骷髅头望去 见到顶端那颗骷髅 一对黑洞洞的眼孔 正好对准住自己 似乎直瞪过来一半 不觉心中一寒 转过头不敢再看 陈吟道 怎么大哥从来不提这回事 难道 他话未说完 朱聪突然左手在他口上一眼 右手向小山下指去 韩晓莹从草丛间望落 只见远处月光照射之下 一个臃肿的黑影 在沙漠上急移而来 顺势迅速 按道 惭愧 原来二哥和我说话时 一直在毫不懈怠地 监视敌人请客之间 那黑影已进小山 这十一刻分变出来 原来是两人紧紧靠在一起 事宜显得特别肥大 韩宝居等先后都见到了 均想 这黑风双上的武功 果然怪异无比 两人这般迅捷的奔跑 竟能紧紧靠拢 相互间当真是寸步不离 路人屏息凝神 竟带大敌上山 竹葱握住点穴用的扇子 韩晓莹把剑插入土里 以防剑光映射 但右手却紧紧抓住剑柄 只听山路上沙沙声响 脚步声之一上来 个人心头砰砰跳动 只觉这一刻特别长 这时西北风更紧 西边的黑云又如大山小山 一座座的涌江上来 过了一阵脚步声停息 山顶空地上竖住两个人影 一个站住不动 头上戴着皮帽 似是蒙古人打扮 另一人长发在风中飘动 却是个女子 韩晓莹心想 那必是同尸铁尸了 且瞧他们怎声练功 只见那女子绕着男子 缓缓行走 骨节中发出微微响声 那脚步逐渐加快 骨节的响声也越来越响 越来越密 犹如脊铁骨同时激奏一般 江南六怪听着暗暗心惊 他内功竟已练到如此地步 无怪大哥要这般郑重 只见他双掌不住的忽深忽缩 每一伸缩 手臂关节中都是喀喇声响 长发随着身形转动 在脑后脱的笔枝 尤其诡异可怖 韩晓莹只觉一股良意 从心底一只帽上来 全身寒毛竖起 突然间那女子又掌一粒 左掌拍的一声 打在那男子胸前 江南六怪无不大旗 难道她丈夫便以血肉之躯 抵挡她的掌力 眼见那男子往后变倒 那女子一转到她身后 一掌打在她后心 只见她身形错动 风声唬唬 接着连发巴掌 一掌快似一掌 一掌猛似一掌 那男子始终不出一声 待到第九掌发出 那女子忽然跃起 飞身半空 投下脚上 左手抓起那男子的皮帽 扑的一声 右手手指插入了那人脑门 韩晓莹险些失声惊呼 只见那女子落下地来 哈哈长笑 那男子俯身跌倒 更不稍动 那女子伸出一只 燃满鲜血脑浆的手掌 在月光下一面笑一面瞧 呼得回过头来 韩晓莹见她脸色 虽是有黑 模样却颇为俏丽 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年纪 江南六怪至十一只 那男子并非她丈夫 只是一个被她捉来 未招练功的活靶子 这女子自笔是铁石没超风的 没超风笑声一停 伸出双手 痴痴树声 撕开了死人的衣服 北国天寒 人人都穿皮袄 她撕破坚韧的皮衣 竟如撕不扯纸 毫不费力 随即伸手扯开死人胸腹 将内脏一件件取出 在月光下细细解释 看一件 吃一件 六怪乔抛在地下的心肺干皮 只见渐渐都已碎裂 才明白她以活人作罢练功的用意 她在那人身上积了九掌 丝毫不闻骨骼折断之声 内脏却已震烂 她检视内脏 显示查考自己功力进度如何了 韩晓英恼怒至极 轻轻拔起长剑 便遇上前偷袭 竹葱急忙拉住 咬了咬手 心下寻思 这时只有铁石一人 虽然厉害 但我们七兄弟和力 量可抵抵得过 先除了他 再来对付同师 那就容易得多 要是两人其道 我们无论如何应付不了 但安芝同时不是躲在暗里 诚系偷袭 大哥深知这两个魔头的习性 还是一塌吩咐 也如他先行发难为妥 没超风简视一臂 微微一笑 似乎颇为满意 坐在地下 对住月亮调云呼吸 做起土那功夫来 他背脊正对住朱葱与韩晓英 背心一洗一服 看得清清楚楚 韩晓英心想 这时我发一招电照长空 时拿久吻 可以穿他个透明窟窿 但若一击不中 那可误了大事 他全身发抖 一时拿不定主意 朱葱也是不敢喘一口大气 但绝背心上凉嗖嗖的 却是出了一身冷汗 一斜眼间 但见西方黑云里 遮满了半个天空 游丝一张大清纸上 泼满了浓墨一半 无云中电光闪烁 更增人心中惊不惶恐之情 青雷隐隐 质着郁闷 似乎给厚厚的星云 裹缠住了难以拖出 梅超风打坐片时 站起身来 拖了失手 走到柯镇藏身的石坑之前 弯腰去接石板 江南六怪各个紧握兵刃 只等他一接石板 立即跃出 梅超风胡听的背后 树叶微微一响 似乎不是风声 猛然回头 欲光下一个人头的影子 正在树梢上显了出来 他一声长笑 窦然往树上扑去 躲在树巅的正是韩宝鞠 他仗住深矮 藏在树叶之中不露行迹 这时做事下约 微一掌身 竟然立被敌人发掘 他见着婆娘扑上 之事猛不可当 金龙边一招 乌龙取水 居高临下 往他手腕上击去 梅超风镜子不闭 顺手一带 已抓住了鞭烧 韩宝鞠屡厘甚大 用镜回躲 梅超风深随边上 左掌已如风行电车般拍到 掌位到 风仙志 迅猛已急 韩宝鞠眼见抵挡步了 松手撤边 一个金斗从树上翻江下来 梅超风不容他缓势脱身 跟住扑落 五指向他后心急抓 韩宝鞠直赶井上一股凉气 盲奋力往前挤挺 同时竖下南西人的透骨锥 与拳金发的绣剑已双双向敌人打道 梅超风左手终止连弹 将两剑暗器一一弹落 吃的一声响 韩宝鞠厚新衣服被扯去了一块 他左足点地 立即向前送出 那只梅超风正落在他的面前 这铁丝动如飘风 鹤岛 你是谁 到这里干什么 双爪已搭在他肩头 韩宝鞠只敢一阵剧痛 敌人食指犹如石 把铁锥般嵌入了肉里 他大惊之下 飞起右脚踢向敌人小腹 梅超风右掌斩落 咔的一声 韩宝鞠足被几乎折断 他临危不乱 立即即逝住地滚开 梅超风踢脚往他臀部踢去 呼得右手一条黑油油的扁担闪出 蒙往他足怀杂落 正是南山桥子南西人 梅超风顾不得追击韩宝鞠 急退避过 请客间 只见四面都是敌人 一个手拿点学铁扇的书生语 一个使剑的妙龄女郎从右攻道 一个长大胖子握着屠牛尖刀 一个瘦小汉子 拿着一件怪样冰刃从左抢至 正面恩洞扁担的是个香农模样的壮汉 身后脚不生相 料想便是那个食软边的矮胖子 这些人都不相识 然而看来各个武功不弱 心道 他们人多 先师辣手杀掉几个再说 管他们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来历 反正除了恩师和我那贼汉子 天下人人可杀 身形晃动 手爪猛往韩晓莹脸上抓去 朱聪见他来是匈瑞 铁扇击打他右臂肘心的驱驰穴 几着这铁尸竟然不理 右爪直身 韩晓莹一招白路横降 横削敌人手臂 梅超风手弯翻处 伸手硬抓宝剑 看样子他手掌镜似不怕兵刃 韩晓莹大害 急忙缩剑退步 只听拍的一声 朱聪的铁扇已打中 梅超风的驱驰穴 这是人身的要学 点中后拳臂立即酸麻失灵 动弹步的 朱聪正在大喜 呼见敌人手臂斗掌 手爪已抓到了他的头顶 朱聪仗住身形灵动 于前军一发之际 疏得窜出 才躲开了这一桩 惊疑不定 难道他身上没有穴道 这时韩宝局已捡起地下的金龙边 六人将梅超风围在该心 道见骑士 梅超风丝毫不拒 一双肉掌竟撕比六怪的冰刃还要厉害 他双爪犹如刚抓铁钩 不是硬夺冰刃 就是往人身上狠抓恶蛙 江南六怪想起骷髅头顶五个手指 骷髅 五不暗暗心惊 更有一件棘手之事 这铁石魂号中有一个铁字 淑非偶然 周身真如铜柱铁打一般 他后心给拳筋发秤锤 击中两下 却似并未受到重大损伤 才知他横练功夫已练到了上乘境界 眼见他除了对扎生的尖刀 韩晓莹的长剑不敢以身子应接之外 对其余兵认镜是不大闪臂 以为凌厉进攻 都到憨处 全金发躲避烧满 左臂被他一把抓住 五怪大惊 向前急功 梅超风一扯之下 全金发手臂上连衣带肉 竟被他血淋淋的抓了一块下来 惊 竟被他血淋淋的抓了一块下来 惊 向前急功 梅超风一扯之下 全金发手臂上连衣带肉 竟被他血淋淋的抓了一块下来 朱从心想 有横练功夫之人 身上必有一个功夫练不到的练门 这地方柔嫩异常 一碰即死 不知这恶父的练门是在何处 他纵高窜低 铁上晃动 连打敌人头顶摆回咽喉连拳两徐 接着又点他小腹神却 后心中输两学 煞时之间连试了十多个穴道 要查知他对身上哪一部门防护特别周密 那便是练门的所在了 梅超风明白他用意 喝道 鬼穷酸 你姑奶奶功夫练到了家 全身没练门 输得一抓 抓住了他的手腕 朱从大惊 幸而他动念其速 手法伶俐 不带他爪子入肉 手掌翻动 已将铁扇塞入了他掌心 说道 扇子上有毒 梅超风突然觉到手里出现一件硬物 一呆之下 朱从已把手挣脱 梅超风也怕山上当真有毒 立即抛下 朱从越开术步 提手只见手背上深深的五条血痕 不禁全身冷汗 眼见久战不下 机方倒已有三人被他抓伤 带着他丈夫同事到来 七兄弟真的要抱股荒山了 只见张拉胜 韩宝鞠 拳筋发布 以气喘连连 额头见汗 只有南西人功力较深 韩小营身形轻盈 尚未见泪 敌人却是欲战欲勇 一斜眼瞥见月亮 惨白的光芒从无影间射出 照在左侧那堆三堆骷髅头骨之上 不觉一个寒进 情急至盛 飞不往客阵恶躲藏的石坑前奔去 同时大叫大家逃命呀 武侠会议边战边退 梅超峰冷笑道 哪里钻出来的业主 到这里来暗算老娘 现今想逃可以持了飞不追来 南西人 拳金发 韩小营叛力挡住 朱聪 张阿胜 韩宝鞠三人俯身合力 砰的一声 将石板抬在一边 就在此时 梅超峰左臂 圈住南西人的扁担 右爪递出 直取他的双目 朱聪猛喝一声 快下来打 手指向上一指 双目望天 左手高举 连连招手 似是叫隐藏在上的同伴下来夹击 梅超峰一惊 不由自主的抬头一望 只见乌云满天 半真明月 哪里有人 朱聪叫道 七步之前 柯震恶双手齐尸 六枚独灵分上中下三路 向着七步之前击射而出 呼喝声中 柯震恶从坑中急跃而起 江南七怪四面同时公道 梅超峰惨叫一声 双目以被两枚毒灵同时打中 其余四枚毒灵却都打空 总算他应变其速 铁灵注目 脑袋立刻后仰 谢去了来世 铁灵才没伸入头脑 但眼前窦然其黑 甚至也瞧不见了 梅超峰急怒攻心 双掌其落 柯震恶早已闪在一旁 只听得砰砰两声 他双掌都积在一块岩石之上 他愤怒若狂 右脚急处 踢中石板 那石板凳时飞起 奇怪在旁看了 五不心惊 一时不敢上前相攻 没超峰双目以下 不能失误 展开身法 乱抓乱拿 竹葱连打手势 叫众兄弟避开 只见他是如风虎 形若邪魔 抓到处树木齐折 脚踢时杀石纷飞 但奇怪屏息宁气 离得远远的 却哪里打得住 过了一会 梅超峰 感到眼中渐渐发麻 直到中了味毒暗器 立声喝道 你们是谁 快说出来 老娘死也死的明白 竹葱向柯针 为摇摇手 要他不可开口说话 让他毒发身死 刚咬了两摇手 猛的响起大哥木芒 哪里瞧得见首饰 只听得柯震恶冷冷的道 梅超峰 你可记得飞天神龙刻辟邪 飞天蝙蝠刻震恶吗 梅超峰仰天长笑 叫道 好小子 你还没死 你是给飞天神龙报仇来住 柯震恶道 不错 你也还没死 那好得很梅超峰叹了口气 漠然不语 奇怪宁神戒备 这时寒风刺骨 月亮已被乌云遮去了大半 月色惨淡 个人都感到阴气森森 只见梅超峰双手微张 垂在身侧 石根尖尖的支架上映出灰白光芒 他全身婉似一座石像 更无丝毫动态 疾风自他身后吹来 将他一头长发刮的在额前挺出 这时 韩晓莹正和他迎面相对 见他双目中各有一行鲜血自脸颊上直流至颈 突然间竹葱 全金发齐声大叫 大哥流神 女生未必 柯震恶已赶到一股进风当凶袭来 铁章往地下急撑 身子纵起 落在树垫 没超峰一扑落空 一把抱住柯震恶身后大树 双手十根手指插入了树前之中 六怪下的面容变色 柯震恶是才纵起 只要稍持一顺 这食指插在身上 哪里还有性命 没超风以及不中 胡得怪声长笑 声音艰细 但中气充沛 远远地送了出去 竹葱心念一动 不好 他是在呼唤丈夫同师前来相救忙叫 快牵了他 运气于毙 始终守法往他后心拍去 张阿生双手举起一块大岩石 猛力往他头顶砸落 没超风 双目刚下 未能如磕阵 恶那么听风变形 大石砸到石 声音粗重 尚能分辨得出 身子向旁击闪 但朱葱这一掌 终于未能避开 哼一声 后心终长 饶使他横练功夫厉害 但妙手书生 岂是寻常之辈 这一掌也叫他痛彻心肺 朱葱一掌的手 四掌跟住进席 梅超风又爪反钩 朱葱急忙跳开壁国 愚人正要上前夹击 呼听的远处传来一声长笑 声音就如梅超风刚才的笑声一般 隐隐传来 令人毛骨悚然 顷刻之间 第二下笑声又起 但声音已尽了许多 奇怪都是一惊 这人脚步好快 可震了叫道 同时来了韩小盈月在一旁 向山下望去 只见一个黑影急于奔马的飞驰而来 边跑边笑 此时梅超风守紧门户 不再进击 一面运气过度 使眼中的毒不至急速行散 只待丈夫赶来救援 进肩敌人 朱葱向拳金发打个手势 两人钻入了草丛 朱葱眼见铁石如此厉害 远远瞧那同事的身法 似乎功力更在妻子之上 明宫应战 显非他夫妻敌手 只有暗中偷袭 以图侥幸 韩小盈突然间疑了一声 只见在那急奔而来的人影之前 更有一个矮小的人影在走上山来 只是他走得深满 身形又小 事已先前没有发见 他宁神看时 见那矮小的人形是个小孩 心知必是郭靖 又惊又喜 芒强下去要接他上来 他与郭靖相聚已不甚远 又是下山的道路 但同时 陈玄丰的轻身功夫好快 便客之间 已抢了好大一段路程 韩小盈微意迟疑 我抢下去 单身遇上童诗 绝不是他对手 但眼见这小孩 势必遭他毒手 怎能不救 随即加快脚步 同时叫道 孩子 快跑 郭靖见到了他 欢呼大叫 却不知大祸已在眉睫 张阿生这些年来 对韩小盈一直心中暗暗爱慕 只是向来不敢丝毫表露情愫 这时见他涉嫌救人 情急关心 当即飞杯而下 准你挡在他的前面 好让他救了人逃开 山上南西人 韩宝居等不再向眉超风进攻 都注视着山腰里的动静 个人手里扣住暗器 已被支援韩张二人 转眼韩小盈一奔到郭靖面前 一把拉住他的小手 转身飞逃 指扳的账穴 猛杰手里一清 郭靖一声惊呼 竟被陈玄丰家被抓了过去 韩小盈左足一点 剑走清灵 一招奉点头 急往敌人左斜须刺 跟住身子微侧 剑间光芒闪动 直取敌目 又狠又准 这是月女剑法中的精微招数 陈玄丰将郭靖挟在左掖之下 猛剑剑倒 输得场处右臂 手肘抵住剑身 轻轻往外一推 手掌顺水推周 反手就是一掌 韩小盈圈转长剑 鞋里削来 哪只陈玄丰的手臂 都然间似乎长了半尺 韩小盈明明已经闪开 还是拍的一掌 正中尖头 等时跌倒在地 这两招交换 只是一瞬之间的事 陈玄丰下手毫不容情 跟住就是一掌 往韩小盈天灵盖上插落 这九阴白骨爪催筋破骨 狠辣无比 这一下要是给抓上了 韩小盈头顶 势必是五个血孔 张阿生和他相聚 尚有数部 眼见是微 情急判命 立石合身扑上 将自己身子 盖在韩小盈头上 陈玄丰一爪下去 扑的一声 五指直插入张阿生背心 张阿生大声吼叫 尖刀猛往敌人胸口刺去 陈玄丰伸手割出 张阿生尖刀脱手 陈玄丰随手又是一掌 将张阿生直摔出去 朱聪 全金发南西人 韩宝鞠大金 一起急奔而下 陈玄丰高声叫道 贼婆娘 怎样了 没超风辅助大树 惨声叫道 我一双招子让他们毁了 贼汉子 这七个狗贼只要逃了一个 我跟你判命 陈玄丰叫道 贼婆娘 你放心 一个也跑不了 你 痛不痛 站着别动举手 又往韩小盈头顶抓下 韩小盈一个懒驴打滚 滚开树齿 陈玄丰骂道 还想逃 左手右脊抓落 张阿生身受重伤 躺在地下 迷糊中见韩小盈情势危急 叛起全身之力 举脚往敌人手指踢去 陈玄丰顺势抓出 五指又插入他小腿之中 张阿生挺身翻起 双臂紧紧握住陈玄丰腰间 陈玄丰抓住他后颈 运进要将他灌出 张阿生只担心敌人去伤害韩小盈 双臂说什么也不放松 陈玄丰碰的一拳 打在他脑门正中 张阿生瞪时晕去 手臂终于松了 就这么一拦 韩小盈已翻身跃起 递剑近招 他不敢欺净 展开清零身法 绕住敌人的身形 滴溜溜的转动 口中只叫五个 五个你怎样 他转的两个圈子 南西人 韩宝居等同事赶到 朱聪与全金发的暗器 也已射出 陈玄丰见敌人 各个武功了得 甚是惊奇 心想这荒漠之中 哪里钻出来 这几个素不相识的硬爪子 高声叫道 贼婆娘 这些家伙是什么人 没超风叫道 飞天神龙的兄弟 飞天蝙蝠的同党 陈玄丰哼了一声 骂道 好 狗贼还没死 巴巴的赶到这里送中 他挂念妻子的伤势 叫道 贼婆娘 伤得怎样 会要了你的臭命吗 没超风怒道 快杀啊 老娘死不了 陈玄丰见妻子 辅助大叔 不来相助 知他虽然嘴硬 但受伤一定不轻 心下交集 只盼尽快料理了敌人 好去相救妻子 这时朱聪等五人已将他团团围住 只柯震恶站在一旁 伺机而动 陈玄丰将郭景用力往地下一掷 左手顺势一拳往拳金发打道 拳金发大惊 心想这一掷之下 那孩子岂有性命 俯身避开了敌人来拳 随手接住郭景 一个金斗翻出仗鱼之外 这一招灵猫扑鼠 击毙敌 又救人 端得是又快又巧 陈玄丰也暗地喝了一声彩 这同时生性残忍 敌人越强 他越是要使他们死得惨酷 何况敌人伤了他爱妻 由甚于伤害他自己 飞风双煞 食指抓人的九阴白骨状 与伤人内脏的催心掌即将炼成 此时火候已到十之八九 他呼了一声怪笑 左掌右抓 招招攻向敌人要害 江南五怪直到今日到了生死关头 哪敢有丝毫带虎 当下奋力抵御 人人不敢逼近 包围的圈子愈放愈打 站到奋计 韩宝居奋勇进席 使开地堂边法珠的滚进 专向对方下盘急功 一轮盘打回铲 陈玄丰果然分心 彭了一声 后心被南西人一扁担击中 同时痛得娃娃怪叫 右手猛向南西人抓来 南西人扁担莫及收回 敌爪已到 当急使了半个铁板桥 上身向后急仰 胡见陈玄丰手臂关节喀来一响 手臂窦然长了数寸 一只大手已触到眉间 高手叫计 进退驱臂之间相差 往往不于分毫 明明见他手臂已伸到尽头 这时胡的身长 哪里来得及驱臂 被他一掌按在面门 五指急要向脑骨中插进 南西人危急中左手挤起 以擒拿法勾住敌人手腕 向左猛疗 就在此时 竹葱已扑在铜石背上 又壁如铁 紧紧扼住他的喉头 这一招自己胸口全然卖给了敌人 他见异地命在呼吸之间 顾不得犯了武术家的大忌 救人要紧 正在这双方性命相扑之际 半空中忽然打了一个霹雳 乌云掩跃 黄山上伸手不见五指 跟住黄豆大的雨点猛扫下来 只听得咔咔两声 接着又是扑的一声 陈玄峰以利碰利 已震断了南西人的左臂 同时左手手肘在朱葱胸口装去 朱葱只觉前胸剧痛 不由自由地放松了 饿在敌人颈中的手臂 向后直跌出去 陈玄峰也敢咽喉肩背 饿得呼吸为难 月在一旁狠狠喘气 韩宝居在黑暗中大叫 大家退开 琪妹你怎样 韩小营道 别作声 说着向旁奔了几步 可震恶听了众人的动静 心下甚奇 问道 二弟你怎么了 拳筋发道 此刻漆黑一团 谁也瞧不见谁 可震恶大喜 暗叫 老天助我 江南七怪中三人重伤 本已一败涂地 这时 忽然黑云笼罩 大雨倾盆而下 个人屏息宁气 谁都不敢先动 可震恶耳音机灵 雨声中仍变出 左侧八九步处 那日呼吸沉重 并非自己兄弟 当下双手欺扬 六枚独灵往他打去 陈玄峰刚觉 静风扑面 暗气一到眼前 急忙跃起 他武功也真了得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竟能将六枚独灵 尽数避开 这一来却也便明了 敌人方向 他不发一声 突然纵起 双爪在身前 一尺处捂了个圆圈 猛向柯震恶扑举 柯震恶听得 他扑到的风声 向旁击闪 毁了一仗 白日黑夜 与他全无分别 但陈玄峰事物不见 功夫恰如指送一程 两人等时 打了个难分难解 陈玄峰斗的十余招 一团漆黑之中 似乎四面八方 都有敌人要扑击过来 自己发出去的拳脚 是否能打到敌人身上 半点也没有把握 瞬息之间 晚似身处恶梦 韩宝局与韩晓盈 拳金发三人摸索着 去救助受伤的三人 虽然明知大哥生死 细余一发 但漆黑之中 时事无法上前相助 只有心中 潜着急的份 大雨沙沙声中 只听得陈玄峰掌声搜索 柯震恶铁杖呼呼 两人相拆不过二三十招 但守在旁边的众人 心中焦虑 竟如过了几个时辰一半 猛听得蓬蓬两声 陈玄峰狂呼怪叫 竟是身上连中两张 众人正自大喜 突然电光一闪 照得满山通命 全金发急叫 大哥留神 陈玄峰已成的 这沙时间的光亮 其身进步 运气于间 彭的一声 左肩应接了对方一仗 左手向外一大 已抓住了铁杖 右手探出 电光碎隐 右手却已搭上了 柯震恶胸口 柯震一大惊 撒上后月 陈玄峰这一叠手 哪肯再放过凉机 是在一抓一扯 扯破了对方衣服 输得便找维权 身子不动 右臂斗掌 前蕴内力 一拳接接实实地 打在柯震恶胸口 刚赶到柯震恶 直跌出去 左手挥出 一只铁杖 如镖枪般 向他身上插去 这几下连环禁机 朝朝是他生平绝技 不觉得意之急 仰天怪笑 便在此时 雷声也轰轰响起 霹雳声中 电光又是两闪 韩宝君猛见铁杖 正向大哥飞去 而柯震恶忙如不绝 这已经非同小可 金龙边疏地飞出 卷住了铁杖 陈玄峰叫道 险下取你这矮胖子的狗命 举足向他奔去 呼地脚下一半 似是个人体 俯身抓起 男人又轻又小 却是郭靖 郭靖大叫 放下我 陈玄峰哼了一声 这时电光又是一闪 郭靖只见 抓住自己的人 面色焦黄 双目射出胸棍 可不至极 大害之下 顺手拔出腰间的匕首 向他身上插落 这一下正插入 陈玄峰小腹的肚脐 八寸长的匕首 执墨至柄 陈玄峰狂叫一声 向后变倒 他一身横练功夫 练门正是在肚脐之中 别说这柄匕首 锋锐无匹 就是寻常刀剑 碰中了他练门 也是历史毕命 当与高手对敌之时 他对练门防卫周密 绝不容对方拳脚冰刃接近小腹 这时抓住一个幼童 对他哪里有丝毫提防之心 何况先前 已在山腰里抓住过他 只他全然不会武功 殊不知善勇逆水 平地覆车 这个武功厉害之极的陈玄峰 竟自丧生在一个 全然不会武功的小儿之手 郭靖以匕首将人刺倒 早下的六神无主 糊里糊涂的站在一旁 张嘴想哭 却又哭不出声来 梅超峰听得丈夫长声惨叫 夫妻情深从山上急冲下来 踏了一个空 脸跌了几个筋斗 他扑到丈夫身旁 叫道 贼汉子 你 你怎么了 陈玄峰微声道 不成了 贼 贼婆 快逃命吧 梅超峰咬牙切指的道 我给你报仇 陈玄峰道 那不惊 惊 已经给我烧了 密钥 在我兄 一口气接不上来 就此逼命 梅超峰心中悲苦 当即伸手到他胸口 去摸那部酒阴真经的密钥 陈玄峰和梅超峰是同门师兄妹 两人都是东海桃花岛岛主 黄耀师的弟子 黄耀师武功自成一派 论到功力之深战 记忆之奥秘 时不在号称天下武学 泰斗的全真教 与威震天南的断食之下 陈玄峰 与梅超峰学艺未成 而暗中思通 请之如被师父发觉 不但性命不保 而且死时受刑 必极尽惨酷 两人暗中商量 越想越怕 终于择了一个风高越黑之夜 乘小船偷渡到了东面的横岛 再辗转逃到浙江宁波 陈玄峰临走时 自知眼前这点武功 在江湖上防身有余 成名不足 一不做二不休 竟摸进师父密室 将黄耀师视为至宝的 半部九阴真经偷了去 黄耀师当然怒急 但因自己及时力士 不离桃花岛一步 心愿未尝 不能自为毒士 初导追捕 暴跳如雷之际 竟然迁怒旁人 将余下弟子一挑断大腿筋脉 尽数逐出了桃花岛 自己闭门生气 黑风双煞这一来 累得众同门 个个受了无望之灾 但依注九阴真经中的秘传 也终于练成了一身 武林中罕见罕文的功夫 这九阴真经中所在 本世上乘的道家正派武学 但陈梅夫妇只道到下半部 学不到上半部中 修习内功的心法 而黄耀师的桃花岛一派武学 又是别创西境 与道家内修外术的功夫 全然不同 黑风双煞 生性残忍 意知半解 但停己意 胡乱揣摩 练的便都是些阴毒武技 那一日陈梅夫妇在黄山中 休息九阴白骨爪 将死人窟窿九个一堆的堆叠 凑巧给柯氏兄弟撞上了 柯氏兄弟见他夫妇残害无辜 出头前欲 一动上手 飞天神农科辟邪 死在陈玄丰掌下 幸好其实陈梅二人 九阴白骨爪尚未练成 柯震恶终于逃的性命 但一双眼睛却也送在他夫妇手里 夫妻两人神功出城后 在江湖上一闯竟是没遇上敌手 寻常武士固然望风披靡 连成名的英雄人物 折在他们手里的也是不计其数 夫妇两人便得了个黑风双煞的外号 眼见师父不出 更是横行无尽 直到武林中数十名好手大举围攻 夫妻俩都受了重伤 这才销声匿急的隐居起来 多年来武林中不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直到两人伤发而死 那这却远远的夺在墨北密修阴毒武功 这九阴白骨爪和崔心掌的功夫 都宰在九阴真经之上 陈玄峰和梅超峰虽已夫妻之亲 对他也始终不肯出示真经原本 只是自己参悟洗脸之后 再行转售妻子 不论梅超峰如何硬锁软缠 他总是不远 说道 这部真经有上下两部 我只偷到了下半部 一切扎根基 修真原的基础功夫 却全在上半部之中 如我把经给你看了 你贪多误德 把经上所宰的功夫都练将起来 非走虎入魔不可 轻则受伤 重则要了你的性命 经上所宰武功虽多 但只有与我们所学基本功夫配合得起的 才可修炼梅超峰厅的有理 而且深知丈夫对自己一片真心 虽然平日说话总是在婆娘 臭婆娘的乱骂 其实却是情义深知 于是也就不再追索 梅超峰此时见丈夫临死 这才问起 可是他一口气喘不上来 只说了半句 九死其绝 他在丈夫胸口摸索 却无一物 一正之下 想在摸石 喊宝居 喊小营 全金发已成着天空微露光芒 略可分辨人形之际急功上来 梅超峰双目挤芒 同时头脑昏晕 显示暗器上毒发 他与丈夫二人休息九阴白骨床 十余年来 军事连续不断的扶石 少量披霜 然后运弓逼出 以此不得已的奔法子 来强行增强内力外攻 身上由此自然而然的 以具抗毒智能 否则以飞天蝙蝠铁灵之毒 他中了之后 如何能到这时 上次不死 当下展开前拿手 与敌人攻进时 灵力反击 江南三怪非但不能伤到敌人分毫 反而连狱险招 韩宝鞠焦躁起来 逊色 我们三人和杜一个受伤的瞎眼罪婆娘 尚且不能得手 江南七怪 威名真是扫地了边法一遍 刷刷刷连环三遍 连弓没超峰后心 韩晓莹见敌人脚步蹒跚 渐渐支支不住 挺剑击刺 全金发也是很扑猛打 眼见便可得手 突然间狂风大作 黑云更浓 三人眼前瞪时又是漆黑一团 沙石被疾风卷起 在空中乱舞乱打 韩宝鞠等各自纵开 浮在地下 过了两久 这才狂风少戏 暴雨渐小 层层黑云中又钻出丝丝月光来 韩宝鞠跃起身来 不禁大叫一声 不但没超风人影不见 连陈玄风的尸首也已不知去向 只见柯震乐 朱聪 南西人 张阿生四人躺在地下 郭靖的小头慢慢从岩石后面探了上来 人人身上都被大雨淋得内外湿透 全金发等三人忙救助四个受伤的兄弟 南西人折壁断骨 幸而未受内伤 和震恶和朱聪内功身弹 虽然中了同时的猛击 但以力抗力 内脏也未受到众人损伤 只张阿生连中两下九阴白骨爪 头顶又被猛击一拳 所以行转 性命已是垂危 江南六怪见他气息奄奄 伤不可救 个个悲痛至极 韩晓莹更是心痛如脚 五个对自己怀有情意 心中如何不知 只是他生性豪迈 以心毫无 对儿女之情看得极淡 张阿生又是终日咧开了大口 嘻嘻哈哈的傻笑 是一两人从来没表露过心意 想到他危救自己性命 而把身子掩到底人爪下 不禁忌赶且悲 抱住了张阿生痛哭起来 张阿生一张胖脸 平常笑惯了的 这时仍然微露笑意 伸出扇子般的途牛大手 轻抚韩晓莹的秀发 安慰道 别哭 别哭 很好 韩晓莹哭道 五哥 我嫁给你做老婆吧 你说好吗 张阿生嘻嘻的笑了两下 他伤口惧痛 神志渐渐迷糊 韩晓莹道 五哥 你放心 我已是你张家的人 这生这世绝不再嫁别人 我死之后 永远和你厮守 张阿生又笑了两下 低声道 七妹 我一向带你不好 我 我也配不上你 韩晓莹哭道 你带我很好 好的很 我都知道的竹葱眼中 含了泪水 向郭靖道 你到这里 是想来跟我们学本事的了 郭靖道 是朱葱道 那么你以后要听我们的话 郭靖点头答应 朱葱哽咽道 我们七兄弟都是你的师父 现今你这位武师父 快要归天了 你先磕头拜师吧 郭靖也不知归天是何意思 听朱葱如此吩咐 便急扑翻在地 咚咚咚的 不住向张阿生磕头 张阿生惨然一笑 道 够了 强忍疼痛 说道 好孩子 我没能受你本事 其实你学会了我的本事 也管不了用 我生性愚笨 学武又懒 只仗助几斤流利 要是当年多用点苦工 今日也不会在这里送命 说着两眼上翻 脸色惨白 吸了一口气 道 你天子也不好 可千万要用功 想要贪案时 就想到武师父这时的模样吧 欲待再说 已是气若有死 韩晓莹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只听着他说道 把孩子教好 别输在 臭到是手里 韩晓莹道 你放心 咱们江南七怪 绝不会输张阿生急声傻笑 闭目而视 六怪福地大哭 他欺人一劫金兰 本已情如骨肉 这些年来为了追寻 郭靖母子而远来大漠 更无一日分离 忽然间一个兄弟伤于敌手 惨死一乡 如何不悲 六人尽情一哭 踩在荒山上绝了墓穴 把张阿生葬了 带得利好去时 作为继任 天色已然大明 全金发和汉宝区下山 查看没超风的踪迹 黄风大雨之后 沙漠上的足迹已全然不见 不知他逃到何处 两人追出树里 盼在沙漠中能找到些微痕迹 始终全无线索 只得回上山来说了 朱聪道 在这大漠之中 两奈芒 那婆娘也逃不远 他中了大哥的毒灵 多半这时已毒发身死 且把孩子先送回家去 咱们有伤的先服药养伤 然后三弟 六弟 欺慰你们三人 再去寻找云人点头称事 和张阿生的坟墓撒泪而扁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 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领导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 或讨论是不是